各位同仁大家好 Follow剛剛廢委員的談話 昨天台延黨團曾經就勞保基金的虧損這個事情 以及這個撥補的事情提出看法 也就是說為什麼在軍方的退府基金 以及公務人員的這個 這個 相關的保險基金的虧空裡頭 不過幾十萬的公務人員卻有三千億的撥補 昨天要從提撥率從12%調高到18% 可是950萬的勞工卻被厚恥薄筆 原因為何 當天我有質詢勞委會主委 我提到原因為何 原因是因為勞工不是鐵票 不是國民黨的鐵票 然後就要被這樣差別待遇嗎 因此針對剛剛會員所提的 我提出了勞保基金的裁員應該有第五點 由政府來撥補 另外今天我要提的是 在沒有修憲委員會的立法院是個違憲的委員會 大家知道 在憲法徵修條文的田園就提到 在兩岸為因應國家統一之需要 誰要國家統一啊 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反對統一 所以這個憲法呢 卻將固有將域以秋海棠為主要的這個領土範圍 其中包括已經獨立的外蒙古 和應該要獨立的圖柏和維吾爾 都已經不符合這個實際統治的領土範圍 前幾天 前兩天還在慶祝所謂的中華民國的國慶 可是卻有一部這樣有問題的憲法 本來應該要修改 那麼作為唯一修憲機關的立法院 卻連修憲委員會都沒有 修憲的意圖從未出現在任何一個政黨的組織當中 這樣子有為民意的付託跟憲法賦予立法委員的職權 2004年8月23號的修憲院會三讀通過公投路線 知修條文裡面的修正提案在該提案中提出修憲 他廢除了任務型的國代任務型的國民大會 所以現在不再出現國民大會立法院是唯一的修憲機關 未來立法院所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呢 應該由公民投票來決定 但是立法因應國民大會的廢除之後 依據憲法真正修條文十二條的規定 本來應該要設立修憲委員會 但是在2007年的時候呢 卻只修了這個德設修憲委員會 大家知道依據憲法十二條 立法院已經成為全國唯一的修憲機關 卻沒有一個常設的修憲委員會 這是有為民意的付託 因此本席主張沒有修憲的委員會 是一個違憲的委員會 所以沒有修憲委員會的立法院是個違憲機關 因此未來我將提出相關的提案要求一定要設立修憲委員會 大家知道已經獨立的外蒙古 和應該要獨立的圖伯和維吾爾 都被換在我們家裡頭 這是不對的 我們在慶祝所謂的雙十國慶的時候 一定要正式這一步不對的憲法